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积电的盘是大概最后一个半小时 几乎都没什么变化 为什么会这样 大家都在等待 待会台积电要来公布 这个8月份的一个营收 所以今天的一个台积电 表现得非常的亮眼 各位 但是其他的个股 很多的股票通通利多的一个什么 一个营收反应 也都创新高 都顿化 所以市场上变成拉不动 但是你也不要想说 老师拉不动是不是要跌不对 这个盘如果要跌的话 昨天就没必要去撑盘 各位 昨天蔡老师跟你讲的 1 2 4 6 2就应该灌破 所以变成这个局将在这边 你做多的人怕这个盘跌下来 做空的人怕这个盘跌不下来 那怎么办 要有变数 要有决定性的力量 所以就看台积电待会的宣布 各位 其他的一个环节 蔡老师今天第一段第二段 都准备得很精彩 你仔细的听进去 来 先把蔡老师的祝福收在你心里 忠心的祝福 你跟你的家人平安健康 现在让大家讲说 这个美国总统大选11月3号之前 可能这个疫苗不会出来 那因为秋冬又快到了 现在秋意见农 可能大家要小心 这个疫情可能会再加温 所以说要把蔡老师的祝福 放在心里 照顾好你的家人 跟你自己的平安健康 股市的东西就交给 蔡老师的产业选股 其他的东西 我们都使不上力 各位知道吗 选到好股票 把它买齐了就好 来 各位 市场在做什么你知道吗 看蔡老师的节目你就知道 来 各位 盘式的发展通通没有改变 就是溜狗理论 所以你要牵好这一只狗 各位 狗会跑到主人前面 也会跑到主人后面 也会跟主人平行 像刚刚收盘前一个半小时 市场上的一个气氛冻结一样 很多的一个法人 大概也都去看这个神经病科 为什么 因为压力太重 所以说都僵在这边 那后面怎么看 注意听下去 来 各位 昨天9月9号大盘 跌最深 跌183点 其实昨天的盘式应该要灌下来 但是他没灌下来 代表正侧面 不希望他灌下来 也就是 市场上那一只看不见的手 在撑盘 昨天的盘式就如同蔡老师 9月2号跟你讲的 在这个500点这边震荡 来到下缘12462 昨天是不是12480最低 对 尾盘收链变成跌55点 等什么 等今天早上美盘的反弹 有没有反弹 有反弹各位 今天早上包括道琼 包括科技类股是不是都大反弹 但是这都不是关键 各位 关键是什么你知道吗 新台币很多的一个什么 一个贿赂的一个金额 今天又再创近期新高 这是蔡老师跟各位讲的 后面这一把火要怎么点燃 我来做一个战略的一个什么 一个研判来让你知道 反正我们9月份下旬 也要这个汉光演习 来做一下兵推 兵棋的一个推演 来各位 今天每个盘式最高涨100点 尾盘一样收在相对高档 尾盘我们请导播 打出来好了各位 各位我看到一个喜事 来今天尾盘涨83点 各位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 台积电刚刚公布8月份营收 竟然再创历史新高 各位台积电的一个历史新高 是6月份1200亿 你知道刚刚公布是多少吗 公布1228亿 你想象中好太多了 所以这个大盘没错 今天的法人不积极 明天的法人会补给你 来各位 9月10号至今天 可以看出来法人都不积极 市场上没有决定的力量出现 各位是不是 但是我刚刚已经跟你讲 1228亿历史新高 台积电历史 所以说包括联发科你要注意 因为华为的一个供货是到9月14 所以8月份都密集了出货出货出货 所以华为拉这个集单绝对是真的 联发科的一个股价打出底部 你可以从金测跟庸置就看出来 各位对不对 这个探针卡的一个营收都在8月份创新高 所以你刚刚看到的一个台积电的一个营收新高 就应该方向出现了 各位 盘是9月2号 蔡老师就跟你讲 压盘压台积电 各位对不对 反向控盘 所以台积电明天就要去突破441 代表我就是要来 往这个12956这边靠拢 所以各位 现阶段好戏开螺 为什么好戏开螺 这个大盘僵持住很多的一个力量 到刚刚12点钟之前 有很多大户纷纷下车下车下车 如果明天方向出现了开高走高 或者是三高追价盘的话 那这一些大户就要进场来追价 就会形成特大局 各位 为什么我要讲特大局 因为新台币的钱 都一直掌控在这个场外 没有挥出去 全世界没有第二个的一个好的地方 只能汇进来台湾 但是你知不知道钱汇进来 央行认为你 如果不是要来干扰我国的汇率 你就要买股票 但是央行现阶段没有做这个动作 所以如果这个大盘将在这边 涨不动的话 央行很简单 你汇进来台湾的钱 全部要给我买股票 就会造成追加力道 所以蔡老师在今天也跟各位讲 后面的行情 有机会变成吹哨鸣敌全线攻击 我不知道台积电的营收这么好 但是我刚刚看到最新的一个讯息 1228亿 来各位 你看看今天9月10号 对不对 昨天央行一样 你知道昨天也出了大事会事 全世界的货币市场 外汇市场是股票市场的100倍以上 各位你知不知道 昨天我们央行很费力 昨天央行首会的态度 但是昨天竟然出现一个半月的什么 一个15亿 我如果没看错 对15.03亿美元 近一个半月单日最大量 在昨天15亿以上 钱都在台湾这里 所以说这一波如果能够卷进去 这个多方的一个力道的话 很多利多在地盐效应的股票 全部补给你 各位所以你来看看今天 短线上29.26 你看 看看这个外资系统尾盘 会不会将央行一军 因为台积电营收这么好 我认为全世界最安全的股票 不是特斯拉 也不是苹果 是我们国内的台积电 没有取代性 我们国内2330的台积电 没有取代性 也因为如此 蔡老师才说 巴菲特如果进来台湾 找蔡老师问 要先买哪一支 先买台积电 再买联发科 你如果把这个所谓的什么 一个25亿 这个美国银行的钱 抽出来 对不对 富国银行的钱抽出来 你摆在这边的话 台湾股市不就喷上去 站稳1万3来到1万4了吗 各位不就好了吗 这不就符合政策面的心态 不然政策面有事没事去拉世纪钢 去拉这些永贯风电要干嘛 还不是在帮总统背书 各位 所以你可能不晓得 我们8月份的证交税 创了一个什么 历史次高 今年1到8月 我们收税将近1000亿 政府的税收几乎都是 抽股票的一个什么 一个证交税来的 各位你知道吗 所以说这个盘势的一个 后面发展很精彩 你要跟上来 台湾股市有正确的方案 加上技术面在3月2 3率先落底 已经走了6个月的一个多头 这一波的一个美国股市下沙 台湾股市依旧强韧的一个手下来 未来以盘待跌 还是长给你看 为什么 全世界台湾这两个字 发扬光大了 台湾百年机遇来临 台股将会新高养眉土气 各位战胜恐惧的秘诀 没有他法 就是要买法人认同的产业股 其他的股票你通通不要去碰 各位那个都是作假的 各位你知不知道 所以你要相信政府 相信权王 相信当家的 各位蔡老师跟你说过的 台积电 既然这一波跌不下来 就是要冲一四六六 所以一人一张台积电就台股 当初3月19号 蔡老师跟你讲你不相信 透过88天的验证 台积电蔡老师验证给你看 可以涨了98% 将近一张赚一张 你觉得什么东西才是关键 故事才是关键 一人一张台积电就台股 听蔡老师的话都笑得合不拢嘴 来 连八颗也一样 因为连八颗现在还没公布我不知道 我回去再看看这个最新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什么一个营收 它的一个宣布 反正就是今天下午 不然就明天早上开盘前 对不对 所以来看看连八颗的营收 因为连八颗也守得很漂亮 各位是不是 所以你来看看 包括蔡老师跟你讲的面板双虎 各位友达今天股价也创新高 有没有看到 这不是大资金不然他拉着洞 各位这难道是其他投机股 一些票面价的鸡蛋水饺股吗 各位这些股票通通都是法人要的股票 蔡老师才跟你讲 你唯有说穿了一点 占法人便宜 你才可以安全的进安全的出 各位不要去自己卷入 害人的一个行列里面 你的股票买完之后谁要买 你想清楚这一点 你就脱胎换股了 各位你看群创今天10块6 有没有看到 面板景气昨天宣布了 有达八月营收今年新高 群创是近两年来新高 这些都是蔡老师给你推荐的股票 都持续在走洋 各位是不是 所以你来看看 近期最强的就是日币跟台币 各位 有达有没有 9月1号礼拜二 上礼拜二换手是成功的 不是写在这里吗 市场已经打出报告了 有达第三季转亏为盈 那还不打紧 我看到的最新的报告是 他们的目标价往上调 各位很恐怖 调都调25%到20%以上 包括群创 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的一个格局 一个半小时内全部冻结 但是盘后的一个讯息对多方有利 等着明天反应 或者看看盘后我们的一个电子的一个 期货盘的一个交易盘的一个现象 各位 所以你来看看当时10.75的一个友达 各位今天已经要到13块了 各位蔡老师所有的东西都不跟你硬扯 全部都有屏有据 在YouTube 在LINE AT 在TG 在网站 你自己去看搜寻品封或者品封大中华 自己去订阅 海外的朋友用LINE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 包括国内的朋友 你个股有问题都可以问我们 来YouTube搜寻品封点击订阅开启小铃铛 各位群创 是不是9.18所涨停 爆出108万张 我就跟你讲这是对的 什么叫量价反转 那是看不懂盘的 所以蔡老师才会跟各位讲 老虎不用去关心猫咪的世界 各位两只老虎跑得快 两只老虎不是龙兄虎弟 最近龙兄虎弟被他姐姐定得很死 各位 但是人家的事我们就不要去管 所以我们不要去管八卦的东西 我们要管产业面的东西 两只老虎跑得快 各位是不是 所以你来看看蔡老师跟你讲的明太 今天也创新高 波段新高有没有 是不是 一样都是业绩的一个新高 资邦也一样 单月营收大反弹 对不对 股价也开始又往上走高了 你不要低估产业选股的力量 大风起把股买一买 超前布局领先法人 各位枪在手怎么办 跟着蔡老师走就对了 一通电话解决你操作股票的烦恼 我们先把时间交还给真伟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广告回来继续请蔡老师分析 欢迎回到一眼新猫再把时间交给蔡老师 好的 感谢真伟 各位刚刚在节目一开始 蔡老师最爱的台积电公布了 上个月的营收双征 而且1228亿是再创历史新高 各位上个月是1050亿 去年同期是1061亿 各位我们这一些专业操盘者 对这些数字都如数加征 所以说这一把火能不能够新火燎原 各位明天是有机会的 尤其尾盘一个半小时又洗掉了很多大户 很多的大户借力多 都开始在出清 为什么看不懂 而且这国际盘的一个压力 也逼死得他 还是先退一下 所以各位 这个跟会进来台湾股市人那么多热钱 不敢进场 同样的一个心态 好 现阶段这一把火把它点燃 各位 又回到了一个产业面挂帅的一个什么一个境界 所以明天就是投机股要跌下来 资金撤出来往产业股这边往上冲 各位知道吗 台湾股市才能够去占上一万三千点 各位其实 台湾股市应该是全球股市里面最安全的 所以你以为美国股市在大跌 那是因为他们后面散户盘盲目的追价 加上一些国际性的一个大基金公司去出托 苹果跟特斯拉 这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台湾股市跌不下去 从昨天就知道了 所以你要对我们国家的股票很有信心 而且政府也需要你 对不对 现阶段税收也不晓得找哪边要 证交税 对不对 各位要加加油 持续的一个什么 做多我们台湾的一个股市 来各位 忠心祝福你跟你的家人平安健康 对不对 因为台股蔡老师讲了后面还有黄金八年半 全球股民继续赚 这方向不会改变的 各位消失的2020年台湾崛起 台湾开新局台股展新业 各位来蔡老师跟你讲的 6271的同心店 各位是不是 这礼拜二跟你讲三档股票 第一档就瑞郁 营收新高历史新高 第二档就4735的豪展 也是历史新高 第三档就是还没有宣布的627的同心店 但是他10月底有减资题材 所以这个考量到公司派要不要作价的意图 当然不是在减之前就是在减之后 就随便他怎么发挥 我又不是公司派 各位你懂意思吗 但是好的股票不会跑掉蔡老师的一个眼睛外 各位我都会呈现给你 各位你仔细的看 所以你看同心店昨天最低128.5对不对 法人是不是一直买 你看昨天下午公布了 同心店八月份营收9.14亿 连续两个月创历史新高 昨天是月增跟年增 有没有看到年增50% 各位八月营收连续两个月创新高有吧 基本功夫要到位 其他的东西就交给老天爷 帮你运作你的财富能够多大 各位你知道吗 但是你走的路要正确 各位所以你来看看同心店 今天最高135.5 但因为盘闷 所以压下来合情合理 反正底部就在这边 各位是不是 搞不好明天 透过台积电人家开盘 就直接锁涨停 搞不好对不对 那我也不知道 要问国具 对不对 都同样老板的名字 各位对不对 所以你来看看 今天的国具是不是也一样 是不是355 然后盘面线观望 创高之后压回 合情合理 对不对 营收都在这里 所以法人归对的话 这些股票当然就压不下来 就像蔡老师跟你讲的元太 各位是不是 406 9月1号 昨天的一个元太416 是不是 今天的元太最高429 也是近期新高 好股票股价不会寂寞的 所以像这些的一个情形 你来看看 是不是 都是双针 有没有 所以每个月的10号钱 就要来做这些营收概念股 因为法人会是你的朋友 各位 包括像景德 你看 当初股价一直在破底 走落 连叠三根跟四星很像吗 我跟你讲 LTCC绝对不是华星科 是景德 对不对 3152 当时32.5吗 我们还买更低的 各位你知道吗 今天的一个景德 9月10号398.5 要来到400块 后市它的产业要怎么样变大 还有它的一个新厂效应 什么时候灌进去营收 你懂吗 各位 你如果连这些都不知道的话 我问你 你怎么赚到景德的钱 各位 你看景德的一个营收 8月份营收 一样双针 但是它的一个股价 在8月份已经 之前8月初就已经往下跌 是不是 所以你当然不是在跌的时候去买它 你在它出现 所谓的一个什么 仪式底部 仪式底部就很简单 三日内不破底 或者晚形底 N形底 对不对 很多底部形态 你不懂蔡老师教你 跟在蔡老师旁边做股票 就有这种好处 一边赚钱 一边又可以学功夫 各位 你看红字 3605 今天也是短线新高 差0.05元 就创波段新高 下一家 8月25 有没有看到 3605红字 有没有 你研究了吗 你有没有研究 各位 资源快充电池 V2V就是板对板 4G手机用2到4条 5G手机用4到6条 各位 所以蔡老师讲的东西 你看 都在YouTube Lite TG网站 都可以搜寻得到 你自己去看 尤其Lite 现阶段 都要费用 蔡老师 人数都4万人 一样都是我在扛 各位是不是 能够帮助散户的 我一定帮助你们 所以这个大盘 未来要走八年半 不是代表无风无浪 但是有风有浪的时候 请你往专业能力 够的人这边靠 各位知道吗 这礼拜讲八月份 营收创新高 补上一支同心电 全部满分 三档 各位对不对 包括之前跟你讲的 礼拜二跟你讲 经济中探争 这个都有反应了吗 联发科效应的是 从金测跟雍智 各位是不是 包括航运股 长龙海运 也都在往上串 对不对 新产品 台光电瑞域 苹果是9月15号 要推出新品 所以题材一大堆 各位是不是 所以你来看看2379的瑞域 今天也是拉尾盘吗 看看这个AirTag 是不是下礼拜 4早上 就台湾时间凌晨1点公布 正好反应尾盘 就苹果来拉尾盘 因为苹果的座驾意图 应该比特斯拉 比较能够让法人认同 所以说特斯拉 有外资的一个基金公司 说什么 它应该是全世界最危险的企业 各位你知不知道 它为什么不去跟南韩的那一些 投资特斯拉的大妈讲 各位 因为特斯拉赚的钱还不够多 但是它享受这样高的一个本益比 让很多基金公司都不看好 所以虽然它现阶段400多块 你知道有人根本都看得 说它只值50块 或者它目标价值180 或者200块不到 各位你知道吗 基金公司没有买 所以特斯拉纯粹是 偶像魅力 就是马斯克偶像魅力 所以什么 我没有再讲鸿海的意思 散户乐中 各位你知不知道 所以说我在那边跟各位说 包括豪展也一样 这些产业面的东西你要去了解 联勇是不是止跌了 各位 看清楚营收都来了 新高 股价早已经修正了 法人会不会明天来做一个追价 包括世新 昨天已经跟你说过 底部形态出现 法人就会回来了 所以底部形态还没出现 你要去彻底 那就看你自己的口袋扣不扣深 不是说买不对 但是你口袋要够深 申华科 对不对 股价已经拉出了第六根涨停板 各位 这也都是蔡老师跟你讲的 有没有 是不是今天来到306了 从168来到306 就像大学光一样 172来到319 各位 南电 股价什么时候来突破147.5 维新修正结束了没 技嘉 还有营收还没宣布的华琴 怎么看 各位 股价的整理有时候是必要之二 洗漱头基板 对未来的飙涨绝对是好事一件 你千万不要浪费了一个好危机 产业选股真的很重要 明天的考题你会写吗 各位 散户的问题 有蔡老师在这里帮你把关 剩下需要老师帮助的朋友 你们究竟在哪里 赶快把电话拨通 因为这个电话是你必须的 枪在手 跟着蔡老师走就对了 一通电话 解决你所有操作股票的烦恼 我们把节目时间交还给曾伟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也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司和所推荐分析的 个别有价证券 没有不当的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该要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且是自负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